作为二轮秀 性格低调 缺乏关注度的米德尔顿的确很容易被忽视 但在来到雄鹿之后 米德尔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他开始提高自己的防守能力和投射能力 在字母哥还略显青涩时 米德尔顿是球队外线的攻防核心 生涯至今 他面对绿军场均可以砍下24.7分 五篮板和3.14助攻 三分命中率高达61% 在防守端更是锁死了绿军核心塔图姆 如今米德尔顿已经蜕变成了联盟最顶级的三地球员之一 与保罗 乔治 克莱汤普森等人相比并不差多少 而且如果今年雄鹿想在季后赛走得更远 米德尔顿的发挥将至关重要 他接受过了 乔治 四不少 这次远了 乔治 农森 超级的 录像丰富 大量的处 羅汤